171 澳門政府新聞中文版2015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開幕 發揮平臺作用推動青年創業 2015年7月3日 2015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2015MFE 於今三日隆重開幕 一連三天的展期將為來自世界各地與160家展商提供 合商及交流機會、協助企業及投資者尋找商機並推動青年創業 發揮MFE作為區內品牌加盟發展重要平臺的作用 首日攤牌了9個合作協議的簽署儀式 展會名 後兩天向公眾開放 歡迎市民及有異創業青年人踴躍參與 開幕適於今日上五十時舉行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副部長陳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工處辦公室副主任國圖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局長蘇天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以華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上設秘書處秘書長常和喜 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高開然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理事長李逸東 澳門國際品牌企業商會主席蕭婉儀 澳門連鎖加盟商會主席黃人民、香港專利授權及特許經營協會會長李偉生 葡萄牙特許經營協會理事長Chris Tina Maria Martins 韓國特許經營協會全北分會會長撲培軍主持開幕儀式 儀式後,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及各主例嘉賓參觀展覽 並與參展商交流MFE平臺不斷完善提升張祖榮致此時表示 作為澳門特區政府重點培育的本號品牌展會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自2009年首辦以來 一直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提升 逐步打造性、具有專業性、國際性和權威性的展會 再推動特許加盟、連鎖經營、品牌代理等合作模式 促進本路經濟發展及適度多元化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亦越來越受到參會各方的歡迎和認同 其各方企業透過MFE平臺拓展商機 展會內容豐富多元歡迎有意創業青年參與展會首日 再配對喀談區現場內共進行了29場喀談、大會安排了10場代表團隊接喀談會 涉及單位共10個 此外,根據大會項目經理提供的特邀客商喀談數字為450場 0、與簽約儀式中安排了9份簽約項目 內容涉及連鎖加盟餐飲業、品牌產品銷售代理、品牌加盟合作項目等 簽約方來自澳門、中國內地及香港等地區 今屆參展的行業包括飲食、零售、教育、休閒娛樂、金融、地產、顧問服務以及品牌代理等 現場亦提供融資、商鋪租人、品牌再包裝顧問服務以及喀談配對等 以協助企業拓展商機 歡迎青年創業者積極參與喀談對接 同時,活動首日邀請香港影視紅星了為熊分享有機人生創業經驗 明天展會將舉辦日本大分原農產品及商品推介會 連鎖加盟創業必收貨、韓國特許經營協會主辦韓國連鎖加盟品牌推介會 澳門中華青年工商聯合主辦創活未來青年創業營商心得講座 以及多場專題演講等 2015MFE有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巴西特許經營商會 社團發言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澳門國際品牌企業商會 澳門連鎖加盟商會、香港專利授權及特許經營協會共同主辦 今年的主題是品牌無限延伸 商機一觸即發 有168家展商參展 展商來自中國內地、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葡萄牙、新加坡、阿聯酋、台灣、香港及澳門等11個國家及地區 有約29個來自海內外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謀畜機構、工商聯及青年社團等組織 專業觀眾參觀展會、明、後兩天免費向公眾開放展會 明天10時正至18時正及後天10時正至17時正免費向公眾開放 為方便市民入場參觀 以及瞭解各類連鎖品牌的服務及產品 大會將在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近澳門廣場、及馬長海邊馬路、近黑沙灣來來超市 設有兩條網反展館及澳門市區的穿梭巴士線路 市民亦可憑大會入場圈享有免費泊車 但未知有限 請駕駛者注意相關安排 如肉了解今屆MFE詳情 可瀏覽大會網頁 www.mfe.mo 請駕駛駛